2月15日在巴西的华人华侨向里约热内卢州遭受暴雨袭击最严重的城市 彼得罗波利斯捐赠救援物资 灾情发生后 他们立即联系受灾地区的地方当局和非政府组织 了解当地居民的迫切需求 在过去的一个周末 他们筹集了数十吨牛奶 矿泉水 食物 毛毯 衣服和其他物资 连日来 从里约到佩特罗波利斯的路上 有车辆载着当地华侨的物资前往灾区 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个灾民重建家园 另一方面已彰现了 我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 八方资源的大爱精神 以希望允许爱心人士共同努力 让受灾民众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当地的华人也表示 他们在里约居住已久 视该周围第二故乡 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伸出援手 是他们的责任 在巴西的中资企业也向灾区伸出援手 除了捐赠救援物资以外 徐工巴西制造公司 还派出两台新的挖掘机前往灾区 帮助清理被山洪破坏的建筑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